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外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還在自己當醫生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這些我們常遇到的狀況 可能沒有你想得那麼簡單 好辣軍團們 又曾被哪些疾病誤導了呢 十八小巫是林彥均 哈囉 大家好 你是不是嘴巴破了 想到嘴巴破的時候 你現在看到什麼東西啊 你說觀眾知道嗎 對 我在跟觀眾說 你之後就是想到嘴破 就會想到的是什麼 缺B2 對 缺B群嘛 所以你就會補充B群 這是一種上連跟下連的關係 對 嘴巴破等於下連是補B群 對 那你覺得我手現在會不想看 你看 你這個 對那個手緣啊 我也有 我那兩天手劍拔這個流血 那這個我就不敢拔了 我可以幫你啊 不行 那這個照理大家的想法就是缺B群 看這個很多醫學節目有沒有 對 而且我也以為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嘴巴破 我也以為是要補B群 結果怎麼補都是沒有辦法 後來我發現說 會不會是因為我常曬太陽 對 因為我曬太陽啊 我的臉會防曬 但我的嘴唇會忘記要去防曬 然後就太乾的關係這樣子 對 所以不一定是B群 其實只要在皮膚黏膜有的問題 其實跟很多時候 的確是跟維生素有關係 可是我們剛才有一個錯誤的訊息 就是都跟B不是 你跟皮膚黏膜有相關的話 會跟幾個 A B C E這幾個 那以瓜哥這個手指這個部分呢 常常是跟缺維生素E會比較有關係 A B C E 總之你常嘴破 或者是這個指甲的邊緣 常常有一些肉啊 會發炎什麼的 你要注意是A B C E 這幾個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今天醫師要探討的時候 疾病沒有這麼簡單 第一個 以為只是缺乏維生素 其實疾病早就產生 成為誠懇又老實的內科醫師 我也這麼認為 因為行醫三十年喔 嘴巴破喔 我們是常常會看到的 可是呢 我有時候也會 因為嘴巴破呢 以為只是缺B群 結果呢 是被膝試症 那是什麼東西啊 可能大家都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其實我以前也沒聽過 真的沒聽過 一位55歲的悉情肝炎的病患 他就是固定要來腸胃科診所 做超音波檢查 那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他有時候跟我說 他嘴巴會破 那我想說 這嘴巴破很簡單 我從那個住院醫師第一年就在看 我就常常會開一點口內膏給他用 用一用也會好 可是很奇怪 一年裡面有好幾次 兩三次都不會好 這看起來案情就不太單純 那我就幫他轉診 首先我是把他轉去 耳鼻喉科 就耳鼻喉科看一看 這不是口腔癌 又把他轉去 轉到 免疫風飾科 最後結局呢 診斷是被膝試症 那他有下一次回診的時候 回診因為他固定半年要做超音波 我就跟他做超音波 坐一坐 然後看一下他的腳 不對你的腳怎麼那麼多長疹子 他說 蕭醫師 這就是被膝試症 你不知道喔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聽過 對啊 什麼是被膝試症 其實我後來 因為被刺激到了 內科醫師的尊嚴 趕快回去查一下書 原來被膝試症 是1937年 才被一個土耳其醫師 他的姓氏就叫做被膝試 所以用他的名字 用他的名字 命顯的 他的特色就是 他的口腔潰瘍會反覆發生 會一直發生 那同時可能發生 生殖器潰瘍 那眼睛也會變 眼睛會變紅 葡萄膜顏 皮膚也會有疹子 那這個就是被膝試症 這病人後來是在 免疫風濕科 他吃免疫調節劑才比較好 但是我為什麼之前 給他口內膏會好 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塗口內膏 口內膏事實上是一種 類固醇的藥膏 那我們平常藥膏拿起來 好像很簡單就是直接 直接抹上去 抹在皮膚上 可是告訴大家 這樣其實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藥膏一下 就會被你口水弄掉 要怎麼做 其實你應該拿一個棉花 把棉花撕下一小塊 這個口內膏就塗上去 然後貼在傷口上 那萬一把棉花吃下去怎麼辦 吃下去沒關係 只會消化掉 不過明年這裡會長棉花 會消化 在開玩笑 但是提醒大家 什麼時候抹 抹的時間非常重要 因為嘴巴破 我們吃東西會痛 對 所以請在吃飯前 三十分鐘抹 那不是有日本的那種 貼上去就好了嗎 日本有一個叫 那個超人貼的 沒有 它貼得很 每次破貼的它會黏住 吃東西跟不用關係 可是它如果掉 不就會把你傷口再拔掉 它不會掉 會向你口水慢慢溶解 溶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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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瓜哥講那個 那要自費 這個健保局可以付 我們萬一的健保 這會付 只是你只要 你只需要自己去買一個棉花 這麼簡單 除了吃飯前 最後一個是 真的很快兩三天就會好 好的 但是假設你反覆 一直一年發生兩三次 可能案情就不單純 這個時候真的要找醫師 找你的家庭醫師 好好的看一下 上個月我咬到舌頭裡下 可能是睡覺 做夢咬到的 太緊張咬到的 很後面喔 這看看看不到 才很痛啊 吞口水的痛 講話都講不清楚 對 我就跑了醫藥局 就穿白衣服的妖機師 對 我說你聽不懂 我說他知道 他拿兩瓶調水 這個點下去比較強 這個點下去沒那麼強 你要哪一種 我說 他說 他拿一個 這個很痛 我說多痛 他說我點過 狠下去就買了 對 我說那可以吞進去 可以吞進去 吞了一個藥水你知道嗎 對 有沒有 還要這樣 這樣子 要流進去 因為很深 有 可是不過癮嘛 最後我就狠下心 把他手洗乾淨 用手點這樣 再進去落 因為你點不準 那個藥水點不到 看不到 所以棉花比較方便 還是要找目標 要不然你那個藥進去 到別的地方慢慢流過去 那個凌遲促死 超好 一般以為是骨質疏鬆 會覺得說缺鈣 不然就缺維生素D 那這個病人呢 其實他的結果呢 只缺手 是副甲狀腺 我要講一下 你是這樣 一個50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曾經騎單車摔倒 錢幣就裂了 他一方面也去 把這個骨頭弄好以外 也去做這個 骨密度的檢查 那時候很奇怪 就骨密度是-2 那他想說 會不會是他上班族 少運動 維生素D 蓋子不夠 結果就拚命補 然後這樣弄了半年 結果半年之後 有一次他從樓梯上摔下來 結果竟然大腿骨折 結果一再去做骨密度的檢查 結果他現在測出來是-4 那就很怪啦 怎麼會骨密度一直掉 一直掉一直掉 而且他也有再補充這個鈣 也有再補充維生素D 結果後來就做一個 全身的一個檢查 結果發現呢 他的那個 腹甲狀腺的指數非常高 他腹甲狀腺的指數到 一兩千這樣子 那後來找了半天 就發現他是在他的 腹甲狀腺一般的人 有三到七個 平均都是 比較常見是四個 他就 右下邊長了一顆瘤這樣子 那那一顆瘤呢 其實絕大部分的病人 他就是瘤會造成 他的腹甲狀腺抗境 而這種腹甲狀腺抗境 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 都是良性的 那他就想說 反正是良性結果開刀 結果開刀之後 他還領到重大傷病 因為小於百分之一 是腹甲狀腺癌 他化驗出來 竟然是腹甲狀腺癌 那腹甲狀腺癌 其實他的治療 可以說是很簡單也是很複雜 什麼意思 腹甲狀腺癌 其實唯一的治療就是開刀 你萬一開刀沒有開好 或者是他開始散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化療電療 通通都沒有用 而且這個病人會全身 一直蓋離脂 一直升高 一直升高 到最後會心臟衰竭死掉 所以他那時候還好 就是我們當初在開刀的時候 也是比較謹慎 把他當作癌症開掉 那到目前為止一年之後追蹤 他的鈣離脂指數都正常 也就是都沒有再復發的一個情形 這種觀眾朋友看到一般這種情形 是不太可能會去做檢查 對 但是不能嚇大家說 我是不是這樣 我要吃鈣之後 每三個要去做檢查 不過我跟瓜哥報告一下就是說 因為尤其是女孩子 就是說其實他到了一定的年紀之後 其實是需要大概一兩年 就要追蹤一次自己的古密度 對 可是我認識很多女孩子 她就不面對啊 她說我不要去做健康檢查 皓然有做健康檢查嗎 有做啊 可是沒有去檢查 那個古密度 而且人家說腿細的人 那肯定會斷的啦 太陽不像她老公曬太陽種樹 真的有人講耶 那腿太細的人 好像骨頭容易那個對不對 骨折啊什麼的 不是 無脊症啦 這個不一定啦 因為其實... 因為她說沒有肌肉啊 對 其實雖然一番應該... 那個... 應該是要面對的是 是肌少症的問題 對... 那我老公就肌多症嘛 那肌多症嘛 我跟你講 像將來已經她老公照顧她了 她老公比較像農夫啊 每天要種田 還買300個瓶啊 對 煙泡菜煙什麼 根本就是農夫嘛 還可以核種物 對啊 對... 可是我們寧營養師 我剛剛請教一下 我們大家剛剛 這個支援的東西 像什麼ABC什麼AE啊這個 維生素E 是要補充什麼食物比較多 像維生素E的話 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你可以用一些植物油啊 那些都是可以補充到 我們的維生素E 其實很多人都需要 多補充一些營養品 那很多女生 其實也都會覺得說 我可能頭暈啊 是缺血 然後可能鐵質不夠 那我要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她是在辦公室暈倒 然後她以為自己是缺鐵性 貧血造成的 可是她其實是因為 一個比較嚴重的疾病 主動脈半膜的狹窄 那這是一個56歲的女性 那她其實是救護車送過來 送過來的時候就看到 她這邊一貓 一個很大的血腫 那就問她說 你發生什麼事 她說她剛才在辦公室 就是上班起來要喝個水 只是稍微走快一點 然後就突然沒有預警 她就頭暈就整個倒下去了 我說那你暈倒之前 有沒有胸悶 胸痛喘 什麼都沒有 然後她說不過我有 我覺得我應該是 貧血造成的 那我們就幫她抽血做一些檢查 結果她血色素還有14 14其實比我們急診很多護理師 都還要高了 然後我就跑去問她說 你怎麼會覺得你自己貧血 她說她30幾歲的時候 就抽血就說 醫生就說她缺鐵貧血 所以她每天都一直在吃鐵劑 那已經吃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她並沒有再回去追蹤 那她最近就是會覺得說 特別疲累 運動耐受性不好 就稍微走幾步 就會覺得比較累 所以她就是更密切地注意 她自己的鐵劑使用的情形 她說她其實這是第二次 之前也有一次也是 也是在街上走 走稍微快一點 然後就倒下去 然後正好倒在她朋友的背後 那聽一聽覺得不對 沒有任何的就是前症狀 然後會稍微運動一下 就突然暈厥 這比較像是 去聽她的心音 發現她其實有一個 非常明顯的 那再看她的心電圖 沒有缺血性的變化 不是心肌梗塞 可是她其實心電圖 有一個 那就趕快排一個超音波 結果發現是 嚴重的主動脈瓣膜狹展 那一般的主動脈膜 它的那個瓣膜的一個面積 我們說你心臟收縮 你血打出去 你血管一定要夠開 對 一般是三平方公分到四平方公分 那個病人他只剩下0.7 對 超滿足的 對 那時候心臟外科跟她說 你這要趕快開 不開會猝死 她一直說 我只是暈倒過 先回家拿東西 我還很多事情沒做 可是心臟外科 一直不願意讓她走 因為她說你回去 你有可能走一走就死掉了 然後後來是 又找病患的家屬來 跟她道德勸說很久 然後跟她說 家裡的事情 我們會幫你處理什麼時候 才去開刀 對 那這種猝死機會非常高 所以這個還是要非常小心 對 當然這個不是多數 就是 但是會有存在 那腳的水腫 大家上網查 可能會以為是缺乏蛋白質 但其實 像我今天分享的個案 它就不是缺乏蛋白質 而是一個 腳部的一個 這是一個很年輕的一個女性 大概三十來歲 那她主要的話 她的一個發現的問題 就是大概在兩年左右 她就開始會有下肢水腫 腳水腫的一個狀況 那她也一樣 第一個就是她先上網查說 到底腳水腫可能是什麼關係 那網路上就會寫說 腳水腫可能你是缺乏蛋白質 所以她就想說 你就來多補充一些蛋白質 順便練肌肉 然後她補充了非常多的高蛋白油 那些她都買了 然後嘗試這樣子 吃了之後 好像偶爾又變得比較好一點 可是大概每隔幾個月 又開始有水腫的狀況 直到最近一個月的時候 她發現不對勁了 那個腳後 除了腫之外 會開始痛 開始痛的時候 她就走路開始會覺得怪怪的了 到後來實在是不行 她連走路踏一下子 都不太能踏的時候 她就被家屬帶到急診這樣子 她那時候就坐輪椅進來 那個腳腫的實在是不太正常 就請血管外科先幫她看 那時候就已經懷疑是心血管的問題 血管外科幫她掃超音波 看靜脈的血流 發現就有靜脈的血栓在那邊 幫她打血栓溶解劑 然後安排住院 腳就消腫了 可是心血管外科就覺得很奇怪 這麼年輕的一個患者 為什麼她會有血栓的問題 幫她查了很多 心臟腎腎的部分都完全正常 她也沒有免疫方面的疾病 然後就詢問她的病史 結果原來她過去有 在外面的診所有幫她開 來調整月經的部分 她這個病院藥就在兩年期間 不間斷地一直吃 那後來才發現說 這些都完全沒有風險的狀況下 病院藥其實是會有造成 靜脈血栓這樣子的風險存在 那只是說在國內的病患 其實相對來講比較少 國外還蠻常見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開立避孕藥的時候 一定會先問這個病人說 你家族裡面有沒有血栓的病史 如果有的話就必須要多注意 而且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避孕藥 不會連續一直吃 大概吃半年左右 我們就會停下來幾個月 讓月經正常地來 不要讓體內的 避孕藥的濃度一直這麼高 不然的話就會造成這樣子 血栓風險的增加 那個血管栓塞是靜脈曲張嗎 靜脈曲張會造成血栓 而不是血栓造成靜脈曲張 靜脈曲張的那個血管 彎彎曲曲扭曲 它流不順的時候 血栓就跑出來 如果要講一下是 那個腳腫 更多的原因是 心不好 肝不好跟腎不好 這種病真的很少 因為我們在那一科說 腳腫這太常見了 內外科都非常常見 可是最後一個要講一個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 腳會腫 所以腳腫是一個情形 但是真的要考慮的 還滿多滿多的情形 但是這種吃避孕藥的 然後我們內科 是比較少碰到的 下次吃到要會診婦產科 所以老人家很多水腫的 因為他器官老化了 對不對 所以很容易腎 心臟 他甲力做過高 水做水腫的很嚴重 他隨便吃不該 他就腫起來了 其實我覺得水腫是很常見 可是要小心 最危險的情形就是 突然一邊 其實我們在急診 也常常遇到那個水腫被家屬帶過 對 那大部分是慢性的問題 可是如果是突然一邊腫起來 而且你會發現你其實壓下去 其實壓不太下去 那通常都是血栓 這個靜脈血栓的比較危險的情形 所以你別看靜脈居床有時候站著 你還是要去動手術的 對 有的人覺得沒關係沒關係 他會容易造成血栓 對 我看有一些運動的人 那個血管都是很爆很浮的 那這是對的嗎 那不是 那個不是靜脈居床 那跟那個不一樣 不是啊 那又不是 我們常常運動人 我們常常運動人 一開始比賽 比賽到終點 他全部都浮上來了 對啊 而且你摸到很硬啊 對啊 那個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年輕人幾乎打完籃球時候 血管都浮起來 不一樣 對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這個是 一個不孕 那她原本以為是缺葉酸 那其實她是多囊性卵巢 再加上高血糖的問題 那我這個個案 她是一個33歲的年輕女性 然後她已經結婚5年了 然後一直想說要懷孕嘛 然後可是 她就試了很多年以後 這樣子都沒有懷孕成功 然後到最後一兩年 她就開始補充葉酸 她想說是不是 因為她的葉酸不足 然後所以才會無法受孕 但是她補充一兩年以後 她發現 還是沒有辦法懷孕 所以說她就來看診了 經過醫生的診斷中發現說 原來她是因為有 那除了這個問題以外 醫生還幫她做了很多檢查 那發現她的血糖 空腹血糖已經到140了 那140雖然說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已經超出正常的標準 那因為她本身也有過重的問題 所以說就被轉接來陰陽師這邊 就是要幫她做血糖控制 飲食控制然後減重這樣子 那再經過就是半年 幫她控制飲食以後 她終於就是慢慢的就受孕成功 那我在這邊要分享一道料理 這個是絲瓜滑蛋 絲瓜滑蛋 對 因為像絲瓜的部分 其實很適合就是 不管是你是想要減重還是血糖控制 它都很有幫助 因為它 所以它的熱量非常非常的低 對 所以說如果想要減重的人 很建議說可以多吃一點蔬菜 那除此以外 因為有血糖問題 如果我們可以補充膳食纖維 它是有辦法延緩我們血糖上升 那對於有譬如說血壓 還有血脂問題的人 多吃蔬菜都是有助於控制 那為什麼要加蛋呢 這個很重要就是 為了要補充蛋白質 因為剛剛也有提到那個肌少症 因為肌少症的話 很多就是蛋白質攝取不足 對 所以說 她剛剛講肌少症她是看我 對 看好 對 然後所以說 所以我們適量的補充一些蛋白質 來幫助我們肌肉的合成 這都是很重要的 那蛋白質本身 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的血糖 來 我們看第二樣了 好 以為只是顏色不同 當先也是大貨零投 顏色的部分 其實大家在便便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我曾經在實習的時候 在小兒科實習 遇到的一個年輕夫婦 他們帶著一歲的小朋友來 那就是祖宿說 小朋友都吃什麼 吐什麼 吃奶 吐奶 吃東西 吐東西 那一直在哭鬧不休 然後也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於是再來醫院 那小兒科醫師第一個 懷疑的是當下 就是 所以就會先收住院 安排就是先補充水分跟營養 結果才住院半天之後 媽媽就緊急按鈴說 護士小姐 護士小姐 我的這個小朋友 他突然大出很多紅色的大便出來了 你可不可以趕快來幫我看一下 非常的可怕 結果護士小姐跟我們 就衝過去這樣子一看發現 怎麼是草莓果醬的大便 草莓果醬的顏色 其實我們一看大概就知道是 長套碟的問題了 大部分的醫師 他們都會先選擇 用灌床的方式去把它灌 灌完之後 大概有50%的小朋友 他們就會自己解開 偏偏這個小朋友 他不是這個50% 他是另外50% 他沒有解開之後 因為這個精神活力 越來越差了 那只好緊急照會外科 麻醉之後 這個外科醫師也花刀進去 一看 小朋友沒有長套碟 結果發現是因為 他麻醉之後 這個肌肉鬆掉了 所以他這個長套 套住的部分 他就自己解開 白開了 對啦 但是我們就是 至少他有麻醉 有解開 不然如果說真的 腸子到壞死到要切除的程度的話 其實這樣對小朋友來講 也不會比較好 那這個樣子的情形之下 我們就來看看 變變的顏色 變變的顏色的部分 其實我們最常見的是 紅色的部分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如果你看到自己有黑色的大便的時候 就要懷疑有這個上小花道出血 那這個黑色不是說只是顏色比較深 而是說它有一點像 瀝青色 瀝青 薄油瀝青的那種黑色 油亮油亮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有可能是胃 或者是十二指腸在出血 那另外呢 還有這個灰白色的大便 灰白色的大便 這麼說好了 我們的大便顏色是來自於我們的 那這個是由膽 肝臟合成儲存到膽 然後膽汁分泌出來 被細菌消化之後 才會變成這樣子的顏色 那當你沒有這個成分在的時候 大便就會變成灰白色的情形 所以就是你的膽 或者是你的胰臟 或者是你的肝臟 或者是你的肝臟 出問題的時候 所以這一定要去趕快做檢查 好 那講到最常見的紅色的部分 紅色有分鮮紅色 暗紅色 以及剛剛講到的草莓果醬 鮮紅色的部分 大部分來自於我們肛門 肛門最常出血的地方 就是痔瘡 或者是裂傷 肛門就是大便太硬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肛裂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都不用太緊張 只要調節好上廁所習慣就好了 但是這個暗紅色的部分 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可能是下降化道出血 那下降化道出血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得懷疑說 會不會有一些像癌症的東西 因為我們通常做糞便前些檢查 是檢查眼睛看不到的血 但是你如果說已經讓這個血 可以看到說有暗紅色的情況 表示這個出血量真的有點大了 那這個草莓果醬的便便就是 它其實就是紅色 鮮紅色 但是它裡面帶有一些果醬的那種感覺 不是說大人不會 只是說小孩子的發生機率 比大人多很多 而小孩子 男生的機率又是女生的四倍 所以這個部分部分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要分享一個是 因為我們腸胃科 肚子痛是常見的 那我碰到一個65歲的媽媽 她說肚子痛 肚子痛一般就是到診所去看一下 結果她去了兩三次都沒有比較好 但她真的她慢慢的就發現 糟糕 她的便便便剛剛講 小喬醫師講的變灰色 變灰色了 那這下糟糕的 她兒子一看 媽媽的眼睛變黃了 那這時候各位 我想大家都會做一件事情 Google大神趕快查一下 一查變變灰色 真的就剛剛小喬醫師講的 可能是胰腸的問題 胰腸癌 可能是胆腦癌 可能是胆道癌 越想越嚴重 那剛好她兒子是我朋友 要打給我 小喬醫師 怎麼辦 我說趕快送醫院 我說趕快把他轉診到 醫學中心去 那醫學中心去 我們當然超音波先看 因為那麼黃 知道一定胆到 肝膽疑這邊的問題 一看 我們總胆管一般 0.7公分寬 結果它已經到1.5公分了 很粗的一個胆管 那可是看不到裡面 到底是肿瘤還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 為了趕快把他的黃胆先消下來 我們內視鏡做進去 做...做到12指長 那達到那個胆道的開口 我們在那個地方畫一刀 一畫一刀 那胆汁整個噴出來 然後再來 卡一顆石頭在那邊 那我們用一個網子 繼續把石頭撈出來 那個胆汁變深的 很深的顏色 可是整個流出來以後 過沒兩天 那個老人家 黃胆整個退了 整個就退掉了 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最後是喜劇收藏 因為他住院住不到一個禮拜 就出院了 原來他... 剛剛一直講是 膽到一障癌 都是很壞的東西 原來只是 但是我想要注意就是說 便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健康訊息 本來就是 我們正常便便就是 被膽子染色的那種 黃黃的土黃色 一旦這顏色變深 變淺 都不對 一定要立刻找醫師 了解 不一定是 不一定都跟這個案例一樣 是喜劇收藏 萬一是比較不好 那真的就要找外科了 我本身在從事 就是活動主持人 然後之前就是被廠商嫌棄 太胖 所以我就開始要減肥 那那陣子我的飲食習慣 就是早上起來 就是吃很多維他命 因為如果進食 其實會很沒有精神 我想說用維他命 去輔助精神這部分 那三餐的話 就是以喝豆漿加膠原蛋白 水我還喝檸檬水 就這樣一陣子之後 開始有 胃痛的情況出現 那胃痛了之後呢 有一天就解黑便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沒有什麼便便的嘗試 我想說可能是一些 可能就是身體 便秘 對便秘或是身體上的一些變化 我沒有多想 對 後來解了三天之後 我就隔天 第四天起來 我完全沒有辦法下床 就非常非常痛 然後那三天 就已經精神非常不好 到第四天是完全就是 已經是昏昏沉沉的狀態 後來家人把我送到急診 那急診醫生判斷就說 我是急性的胃潰癢 就是有家長一點點的胃出現 對 因為有結黑便的情況 然後後來 因為我隔天還有工作 所以我就是拿了藥 然後就是隔天繼續工作 然後我陸續去回診檢查 這樣子 我要講的是一個 75歲的伯伯 那他之前就是 先下午先來過急診 然後他就說哪裡不舒服 他說他 他右邊的大腿會痠痛 那時候醫生照了X光 看沒有什麼問題 就給他開止痛消炎藥回家 結果他到半夜的時候 又被家屬帶過來 說伯伯晚上痛到睡不著 然後我說 那要不然我們再打一個 真劑的止痛藥 我就想說 那打一個真劑的馬飛好了 然後再給他回家 結果家屬就有點面油 就不爽就對了 就說 你們都給我們止痛藥 我們也吃了 沒有效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檢查 那我就想 這個好像也不知道要檢查什麼 不過年紀那麼大 好 那我們留下來抽個血 然後打個 從點滴裡面加紙 然後慢慢滴觀察一下 那後來就半夜就很忙 突然就很忙 然後忙完之後我就想 一個多小時過去 我看一下抽血結果 結果發現怎麼 一個多小時 抽血結果還沒出來 那就問護理師 他就說 伯伯的針很好打 但是血抽不太出來 所以他們後來找了 資深學姐去抽血才抽出來 其實報告都OK 指數正常 可是檢驗科在上面 就寫一個 就是他們去做離心的時候 把血球 那個血液的管子 離心之後 上面浮了一層油水 白色 對 白白的 就真的很像豬油拌飯 那個豬油一樣 家屬就突然又跑過來說 伯伯痛到在冒汗 我就跟護理師 就跑去病床旁邊說 怎麼樣 他說就剛剛打麻煩 已經痛在睡覺 然後就突然又在冒汗 然後我們就去看 反正那個床那個棉被一掀開來 發現兩邊顏色就不一樣 那他的那個右腳 其實就很明顯 整隻都非常的蒼白 然後溫度也都很冰 然後覺得應該還是 那李醫師講的那個是 靜脈的酸塞 這個北部 他其實是動脈的血管塞住 而且好死不死 在急診就完全塞死了 所以我們就去做了電腦斷層 看了之後 確實整個右腳的 到大腿以下的血流都沒有了 他血管OK是也很好玩 他早上就傳一個LINE給我 他就說 可以是 我在他這個大腿的動脈 取了這一塊 結果看起來 就有點像那個脂肪塞子 那伯伯其實是很厲害的 一個高血脂的情形 而且他造成他動脈的血管 其實都很狹窄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他之前的要痛不痛 都不是肌肉韌帶的問題 他其實就是因為血管狹窄 缺血 所以他就很痛 然後又會痠麻這樣子 對 然後一般來講 我們的血液 有時候看不同的顏色血液 其實可以看出一些疾病 那包括說像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止血 那止血的時候 他在血管去離心之後 你就會發現他上面會浮一層 白白的乳米血 那包括這一個缺氧的時候 我們抽血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血的顏色 會特別的生藍籽 有可能是肺部沒辦法 把氧帶到血液裡面 或是心臟 他可能有一些 我們所謂的shunt shunt就是他的心臟的血管 有一些問題 磅膜 造成他的缺氧血 跑到血裡 你是像龍蝦的血的人 龍蝦的血再淺一點點 而且你不說他會結凍 對 真的有這種顏色的血 算是藍紫 也沒有到真的很深紫這樣子 然後像是我們有時候 常常遇到那個 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人 那你抽血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的血的顏色 我們正常的血 是稍微紅黑 紅黑這樣 對 他那麼輕 他就是櫻桃 這個血很漂亮 對 很漂亮 所以那種病人送來的時候 你也覺得他整個皮色很好 我們那個氣氛都抽到暗黑暗黑 對啊 整個就是櫻桃粉 整個皮膚都很粉 對啊 通常就是你要給他高濃度的癢 甚至要用到高壓癢去治癢 那另外就是 常常有一些女生 血色素不足 貧血 那其實抽血護士就會說 他的血比較稀 然後你去看那血其實就是有點 顏色比較淡 有點粉粉的 那有時候護理師他們 比較資深的 他就會開始打賭 這個7 就是他們會開始賭那個血色素多少 對啊 然後有的就很資深 其實有的很資深的真的很 他們看太多了 對啊 看太多了 對啊 看太多了 那抽幾千管血都看過 是 那我們講到顏色不同 其實對女生來講 陰道分泌物的顏色 其實也是判斷健康的一個重點 那之前我有一個病患 她非常年輕 大概30出頭歲 那被家屬送來急診的時候 就是因為發燒肚子痛的關係 送到急診 那急診幫她抽血 就發現她有 菌血症的狀況 那另外她的一個 發炎指數非常非常的高 那通常伴隨著 下腹疼痛的時候 第一個就會懷疑 會不會有婦科方面的疾病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診我們婦產科 那在我們婦產科的話 一定是會幫病人做內診 那個時候壓嘴一撐開的時候 就看到很濃很黃的分泌物 從陰道流出來 非常的嚴重 那在幫她做觸診的時候 就發現她就是在下腹的 這部分子宮的周圍都非常的疼痛 於是那個時候 我們就直接幫她收住院打抗生素 但是大概打了兩天左右 她都還是一直發燒 大概都到39度40度這麼高燒 而且疼痛完全沒有改善 所以那個時候 又再幫她排了一個電腦斷層 就發現說其實 她除了發炎感染之外 她兩邊的卵巢 都有化膿的狀況 那在開刀的時候就發現 她兩邊的舒緩管都已經爛掉了 後來沒有辦法 只能幫她把其中一個 已經腫到實在不行的舒緩管 給截掉這樣子 那後續的話 其實也跟她講說 這樣子這麼嚴重的感染 到骨盆腔感染 甚至是舒緩管卵巢化膿的狀況的話 其實將來會影響到她的懷孕 然後就問她說 為什麼會到這麼嚴重才來就醫 她說其實兩三個月前 她就有陰道分泌物的狀況 但是那個時候 就是稍微黃黃的 那她上網查的話 一樣就是她就發現說 女性好像本來就會有一些黃黃的分泌物 她就覺得蠻正常的 我們正常女性的分泌物的話 其實與其說是黃黃的 應該是有點淡青的狀況 那尤其是在排卵期的前後會最多 那時間怎麼算 大概就是月經到下一次月經的中間 月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分泌物 如果是淡青的狀況比較多 是正常的是因為排卵造成 那但是我們女性其實比較常見的是 這種白白的分泌物 那裡面有時候會有一些固體 然後有搔癢的症狀 這種狀況的話是 念珠菌的感染最常見 那念珠菌我們又俗稱是黴菌 所以有人聽到說 黴菌感染 黴菌感染 其實是這樣子的一個分泌物 那第二個的話 有可能會見到的是 綠色 帶有綠色 然後濃濃的分泌物 那這種的話 伴隨的症狀常常會有 連解尿都會疼痛 或者是說發生性行為的時候 都會疼痛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懷疑是 陰道低蟲的感染 它是一種原蟲 那第三個就是 剛剛這個病患有的 黃黃的分泌物 那其實黃黃的分泌物的話 大部分是細菌的感染 細菌的感染 其實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有很多不會有任何的症狀 它就只是分泌物多 然後濃這樣的情形 有些人會聞到有一些異味 臭臭的這樣的狀況 其實就代表著有細菌的一個感染 那其中最常見的 又是以大腸感菌為主 像剛剛那個病患 後來他在做協議的一個培養的時候 就是有大腸感菌的一個感染 所以其實這種症狀是蠻常見的 大家就必須要注意到說 不是說黃黃的分泌物就一定是正常 必須要 如果有症狀的話 必須還是要就醫做處理才行 對 因為像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就是邊工作邊讀書 所以就有一次我早上睡起來的時候 就發現私密處那邊 種種悶悶的 然後有一點點灼熱感 妳一個人睡吧 我一個人睡 我一個人睡 然後我就化妝化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想上廁所 然後我一上 然後說不對 很痛 我尿尿的時候很痛 然後我就覺得一股熱流 不是月經 不是經血那一種 是尿道一 尿 那個從尿那邊出來 然後我想說一抬頭 一滴頭一看 整個馬桶都紅的 對 斜尿 斜尿 然後我就覺得算了 因為我要趕著去工作 算了 對 我就算了 這很痛耶 對 我想說算了 因為我要趕著工作 還沒做 我想說工作完再去看醫生 然後後來我就坐下來 又繼續化妝 才剛尿完 坐下來不到一分鐘 又要去尿 我又想尿尿了 對 尿道一 對 然後我就又去尿 我想說一尿完 就趕快打電話 預約那個婦產科 對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醫生就說 妳這個應該就是尿道一人感染 他說以防萬一 那妳先去尿 一杯尿 就這樣子 對 那時候我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有趣了吧 不是 這是我的尿 然後我就給護士 對 我就給護士 然後護士一看就說 妳月經來嗎 我說我完全沒有月經來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感覺有點危險 他就來幫我做那個 協議的檢查 化驗 然後後來 醫生就問我單個問題 他說第一個 他說妳最近有沒有性行為這樣 我說沒有 然後他說那第二個就是 妳有可能是 然後第三個他說 妳上那個大號的時候 都怎麼擦屁股 我都從後往前擦 對 然後醫師就說 那妳這個 就有可能是 對 不是 我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沒有 他是從屁股掃到 他的陰陰道尿道 對 但我不會掃到那麼前面 可能我那天 不小心 對 不小心 對 對 然後後來我就吃了三天藥 就完全就沒事 然後醫生有打電話 跟我說那個報告 就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應該就是偶發性的 天啊 那其實這種感染 是滿常見的 除了剛剛講到 如廁習慣的一個 不正常之外的話 因為女性的外陰部 本來距離肛門口 就比較近 所以悶到的時候 如果有汗水這些 其實大腸感菌 就很容易移行到前面的部分 所以一定要盡量保持清爽 我們接下來要看下面一段 以為只是睡不好 檢查結果卻超乎想像 那這個的話 是一個大概六十幾歲的一個阿姨 她一天晚上要起來 大概五六次的上廁所 就這樣每次都要尿尿 每次都要尿尿 所以她也很困擾 她就覺得說 我到底是因為要上廁所 所以睡不好 還是因為我睡不好 所以去上廁所這樣子 她搞不清楚 所以她就先去看身心科 去看失眠的門診 那失眠的門診 身心科大夫就幫她 她開了一些輕微的安眠藥 讓她吃 那她吃了之後覺得 真的有改善 她變得好入睡了 可是大概睡了兩三個小時之後 不行 要起來了 起來幹嘛 又是上廁所 那起來上廁所之後 要再回去睡就很難 又開始了 大概原本變成 從五六次變成三四次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睡得好 那身心科大夫 聽到這樣子的回答之後 她就想說 那你應該先去看一下 是不是小便方面有問題 那我們幫她驗了小便之後 其實沒有泌尿道感染的症狀 那但是聽她的狀況 其實她頻尿的情形 不只是晚上 她連白天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她一天去上廁所 大概至少二十次以上 太多了吧 而且她白天她變成說 對她來講她有點困擾 她會有尿急的情形 就是說她想要上廁所 她就要立刻找到廁所才行 不然她會覺得 好像有點憋不太住 憋不太住的狀況 後來的話我們就幫她診斷說 是一個膀胱過動症 一般是跟神經控制有關 神經在老化的時候 她會不自主地放電 這種放電會造成膀胱一縮一縮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想解尿的感覺 那年紀越大的時候 這種神經控制越差 她頻尿的狀況 會變得越來越厲害 所以後來我們就幫她加入了 一些可以控制膀胱過動症的藥物 她慢慢就睡得好了 是睡眠多重要 對啊 所以她是什麼原因 讓她就是過動了 對 她就是單純神經的老化 有一天我半夜睡不著 你看 你看 東方魚肚白了 五點多 六點 我想說下來先吃個東西 再上去睡好了 我後面是公務員 我先往向下一看 還很多人在那邊 已經在運動 我心想 我 我是年齡就跟他們一樣 所以你剛剛問什麼問題 年紀大 什麼問題 我覺得睡眠真的很重要 但因為我是那種 憂國憂民型的 我會每天上床前 我就開始一直在想說 今天發生什麼事 對 明天會有什麼事 因為我兒子退完 退伍了嘛 對 我想說退伍之後 他的工作要怎麼樣 那女兒現在高二 明年要考大學 而且有這麼漂亮 超新啊 對 妳要超新女兒 那最超新就躺在我旁邊那一個 對 我就在想說他三百多個 要怎麼放 就從年輕的想到老的 這麼多煩惱的事 在我腦袋裡面是轉 所以就變成說 我不會失眠 但是我睡眠品質非常差 而且我一個晚上會醒來 大概五六次 對 你想想看 你睡個七個小時 你醒來五六次 你根本就沒有在睡覺 睡眠品質很差 對 然後就是每次 早上起來就覺得說 你的情緒很糟 然後你知道睡不好的那種 整個感覺 你氣色會變很差 然後你要化妝上節目 你會發現 我曾經嚴重到 開車開到我們家 然後突然腦筋想說 慘了 開到一半 那不是老化 因為那瑣事太多 瑣事太多 瑣事太多 然後你又睡不好 對 然後就突然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 女人只要和在一起 就會開始互相推 對 推坑 對 然後我一個朋友 他就真的很養生 他就拿出這一個 他說浩然 我跟你講 你吃這一個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這是日本大廠 而且他們家的那個乳酸飲料 相信在座每個人都喝過 就非常有名那個乳酸飲料 他說這是他們家的乳酸菌 C23 我想說乳酸菌 不是就是吃腸胃嗎 他說對 他以前也覺得 乳酸菌就是顧腸胃 對不對 他說你吃吃看 我想說好吧 反正沒有顧到睡眠 如果腸胃顧好也滿好的 也不錯 對 我就想說 這小包裝好方便 我就拿回家 然後我就吃了 而且他直接嚼 他甜甜的 超好吃的 你們都有 沒有 直接嚼就可以 他超好吃的 然後你會發現 你起來的次數變少了 然後你睡眠的時間拉短了 你以前可能要八個 八到九個小時躺在床上 可是你越躺 躺到全身痛 頭痛 你還是沒有精神好 然後變成說 我後來就是只要 每天大概睡六到七個小時 我早上起來精神超好的 然後你知道精神好 情緒好 你知道我是後來 我老公有一天跟我說 運氣好 對啊 他說老公 你最近氣勢很好 心情很好 很少在罵人 我說真的嗎 他說對啊 你以前老是看我不睡眠 我想說 原來一個人睡得好 可以幫助這麼大 然後我就開始 因為我女兒是明年要考大學 她睡眠也是很不好 我就跟她說 我說妹妹 你來吃吃看 這是很好吃 我就發現 她整個就是 當她睡眠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她念書的時候 她吸收比較快 對 我就開始也給我爸爸媽媽吃 我就開始推薦給我周圍所有人吃 我就覺得太厲害了 那個睡眠 除了會睡不好 有可能會像浩然一樣 要去哪裡露營都搞不清楚以外 對 其實也會影響到健康 影響得滿大的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病人60歲 她因為餵食道逆流來看病 我一看 你吃了五種血壓藥 當場在診所量血壓 根本沒有控制好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就仔細再問一問 因為我知道睡不好 血壓會高 結果一問她果然 跟浩然一樣 一個晚上要起來好幾次 對 所以有睡沒有熟睡 這會影響她血壓 那後來我們還是真的先 安慰她說 你還是好好睡好了 想辦法讓她睡好 血壓才控制下來 所以睡不好影響真的很大 所以浩然就是提了這個 像這個乳酸菌 這個C23這種乳酸菌 我們平常講乳酸菌 大概不就是排便嗎 其實乳酸菌有四大功能 第一個是對排便很好 第二個它影響我們的 第三對代謝有影響 第四對神經系統 他說說 益生菌對神經有幫忙 怎麼可能 吃到肚子裡去 原來是我們腸道裡面 有一億個神經細胞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腸子叫做第二大腦 所以腸子會影響腦部 就是腸腦軸 原來它在腸道裡面 它會跟它 一億個神經細胞溝通 它去調節它 通常它的代謝產物 會經由血液循環 跑到腦部去 也會去調節 有關C23在日本學者 他很有趣 他做了一個研究 他找了69個 三個月後 就要畢業的醫學系學生 因為這些人要考國考 要考試壓力很大 跟浩然的女兒一樣 結果他分兩組 一組吃到真的C23 一組吃到安慰劑 結果我們看看 他吃了12個禮拜 第六週以後 大家有吃熟睡都變好了 可是注意看 大概12週的時候 快要考試前 他經由腦波分析發覺他 他熟睡的比例比較高 比這個對照主要來得高 同時他比較早能夠入眠 所以我很少看到這個抑菌 能夠用人體實驗 它可以做出一點效果 所以我覺得 他找了一群非常特別的人 就是壓力大 對 如果我們現代人其實 很多人睡不著 都跟壓力有關 所以或許 假設說你真的有這種壓力問題 然後睡不太好 在使用安眠藥之前 可以考慮一下 或許這種益生菌 會有點幫忙 對 而且他網路就可以買得到 然後你看小包裝 有時候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很方便 對 對啊 其實我們最大的心願 就是一覺到天亮 對 有人覺得這個心願是什麼心願 等你到這麼年齡你就知道 有時候公園都是五六十十 都被提 真的一覺到天亮 是多幸福的事情 對 來 祝大家身體健康了 謝謝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